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 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來到第十九集的《Hong Kong Survival》 仍然有我Nikki和Sawa在跟大家做節目 大家下個星期已經到了中秋節的時間 中秋節過了之後就開始秋風起,開始涼針針 相信很多朋友都想去遠足、郊遊、露營等活動 其實在規劃的時候不妨注意一下 之前《Hong Kong Survival》教過大家的不同在郊遊或露營時要注意的事項 而今集我們會詳細說一下我們之前沒有提及過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郊區的時候很常見 亦是非常普遍的一個問題 就是當你遇到蛇的時候,你應該要怎樣處理呢? 陪老婆射箭,青竹蛇咬手 61歲的鄧沙,星期日陪老婆去到獅子山公園的射箭練習場 沒有射箭的她在附近山邊打發時間 坐在坡樹旁邊休息的時候被青竹蛇咬手左手 又腫又痛的她,報警由老婆陪去醫院 至於一尺長的青竹蛇,上人之後走進樹林,不知所蹤 Hit一下,凍全山 青竹蛇不好惹,蛇王福糟糕 在銀子前的位置,在哪裡坐? 蛇王福即時走進草叢 打開袋納衣服,準備捉青竹蛇 想捉我?我咬 雖然就咬中了福哥右手無名指,不過都是走不掉 再次被福哥刪琴,扔入布袋 勇戰受傷的她,整隻手都避光 好像連祖傳避坊都搞不定,要即時送院治理 至於善後的事,就等警察來做吧 雪花星期三,早上10時多 山頂文輝道的高級公務員宿舍 有外傭在花園發現條青竹蛇,於是報警 青竹蛇是香港常見的毒蛇 被牠咬傷,會破壞人體的凝血功能 令到傷口流血不止,甚至會腦出血 不知大家知不知香港發現蛇咬傷人的案例是否常見 其實一般來說,在香港的夏季和秋季每一年 比蛇咬的一些個案比較多 而平均每個月亦可以高達10宗類似的案例 由2013年至2015年期間 醫管局接獲416宗被蛇咬的個案 其中三成是來自新界西醫院聯網的資料 因為新界區比較多村屋和郊外的地方 所以即使不出門口或觸不出戶的情況下 蛇也很有機會走入屋裡 因為毒蛇通常會爬入民居裡覓食和休息 所以遇到蛇的情況在香港也非常普遍 而且其實在村屋的地方附近 例如一些空曠的地方 一些草堆或行山的時候 其實都是非常高危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設計加倍小心 千萬不要以為做足行山的一些路線規劃 或帶足夠食物去行山 便可以避免到 但這方面的問題大家真的不能忽略 其實毒蛇和沒有毒蛇有怎樣去分別 因為有些老人家很小時候 教我的時候 蛇怎樣分為有毒和沒有毒 就是怎樣分為三角形 他的頭是三角形 可以說這個辨識方法 其實不是可靠的指標 首先你要辨識有毒和沒有毒的話 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你要認識它的品種 以及它不同蛇品種的特徵 所以以下下來就會逐一去介紹 香港比較常見的有毒和沒有毒的蛇 讓大家有一個基本的印象 所以你們看到蛇的時候就會隔外小心 以下下來第一個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剛才那幾個報導所說的青竹蛇 而青竹蛇其實比較常見的 在郊區的時候 它致命的機會是比較少的 而它的外形就是頭是三角形 有個敏嘴 即嘴比較尖 而尾巴後面是紅了一折 亦是非常清脆的一個綠色 所以這個翠青蛇是沒有毒的 它的毒性就是剛才提到青竹蛇的毒性 就是破壞血小板凝固的功能 令人體的出血量較多 有機會是傷口流血不止的 所以它出沒的地方其實也是比較廣泛 在一些香港的灌籃和草地 所以大家要小心 而第二樣就是繁花林蛇 它是非致命性的蛇 它的蛇頭比較大一點 頸部是非常明顯的 而它的身軀是比較幼細和長的 而它的背部有淺啡色 以及有很漂亮的深啡色的粗的大斑點 有兩行的粗斑點 它的毒性最主要屬於溶血型的毒素 可以令到傷口流血不止、溶血、呼吸困難 有損害腎臟的情況出現 而它的出沒地方分別分佈於 大嶼山、西貢區的郊野公園 和大帽山郊野公園 大布奧自然保護區、自然護理區 和馬鞍山郊野公園等的淋地和灌木林 而第三種是中國水蛇 亦屬於非致命性的蛇 它的外形屬於暗灰色 背部有不規則黑色小斑點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樣子 大家可能會覺得它的樣子 有點像生魚背部的顏色 這顏色較易認 但因為它這個顏色 在叢林內比較難看到 它的尾部是比較偏尖的 它的毒性方面是輕微的毒性 但也非致命的 但它不會咬人去令人死 它出沒的地方分佈於新界的中部 和北部的淡水和鹹水的濕地 而是第四種蛇 和大家介紹的比較容易看到的 就是這個金腳大 或者叫金橫蛇 其實它的毒性非常強 是可以致命性的一個劇毒蛇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外形 其實都非常明顯 它是黑色再加黃色的一些橫紋 大家可以看到黑色是比較闊 黃色比較窄 大家就比較容易認這隻蛇 它其實毒性屬於劇毒足以致命 其實它也是神經毒素為主 所以一次它可以排放到 毒素的排放量有27.5毫克 在人致死的劑量是10毫克 所以香港其實曾經有發生過幾宗 不是說一宗那麼少 其實有幾宗被金橫蛇咬 而死亡的一些案例 而它出沒的地方 就是比較分散 佈滿在香港區、大嶼山 甚至乎是新界區 但是確實的位置就不太清楚 而來到第五款 它就是叫做銀腳帶 或者叫做銀橫蛇 其實它也是可致命性的劇毒蛇 它背後就是呈現黑白的橫間 跟剛才那種不同 顏色其實這兩條蛇 都是比較劇毒性的 毒性屬於中國大陸等地方 毒性最強的一種 而一毫克的毒素已經足以可以致人於死地 而平均它每次排放的毒量是4.6毫克 所以它具有兩種神經性的毒素 會有在銀橫蛇裏面出現 而它出沒的地方 就會廣泛分佈在香港區、大嶼山和新界區 而在第六條 要跟大家介紹的蛇 就是眼鏡蛇 又名的是范鏟頭 范鏟頭可能大家聽它的名字 就比較熟悉 因為很多老一輩的長輩 經常說范鏟頭這隻蛇 我自己也聽過不少 這隻也是致命性的劇毒蛇 而它的外形 一般在頸部會有眼形的眼紋 或者雙眼紋 而它比較明顯的特徵 就是能夠擴張它的頸部 而蛇的毒性 毒液中最主要含有一些 攻擊神經系統 導致麻痺的神經毒素 而大部份也帶有細胞的毒素 亦可以導致內出血 和流血不止呼吸麻痺等等的症狀 而平均它的排毒量 就會是80毫克 平均每15毫克 就已經能夠可以置入於死地 而這隻范鏟頭這類蛇 其實是廣泛分布在香港的任何一個地方 所以大家真的切記要小心 而去到第七種 就是叫做過山烏 亦都是這個眼鏡黃蛇 亦都是一個劇毒性的毒蛇 雖然眼鏡黃蛇的外表和眼鏡蛇很相似 但其實它們並不是眼鏡蛇的其中之一種 其實它分別在於眼鏡黃蛇的體積 比一般的眼鏡蛇大很多 而它的頸部會有一些斑紋 亦都是有一些白字形的形狀 而不是一般眼鏡蛇看到的單眼或雙眼圈紋 而它的毒性就是眼鏡黃蛇的毒素 其實它最主要都是含有神經毒素 或者另外有一些叫做心臟毒素 而它的毒素就會很高速地侵襲被咬者的中樞神經系統 導致有劇痛、視力的一些障礙、雲 或者有一些眼睡的感覺 甚至乎是馬鼻等等的一些症狀 而傷者會因爲心臟的血管系統崩壞 而進入一些休克的狀態 因爲這樣的情況下 最後就會因爲呼吸衰竭 心跳減弱而死亡 而臨床的一些案例顯示 因爲被咬者亦有機會出現腎衰竭的情況 這隻眼鏡黃蛇 其實亦分布於在香港各區不同的地方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而過山烏剛剛所說的這條蛇 其實在香港其實是非常之常見的 以爲大家可能會覺得在一些偏遠的郊區才會出沒 但其實這隻過山烏曾經闖入圍園 以下這條影片可以告訴大家 過山烏有多威風 九尺過山烏排入圍園 不敵工人一枝長棍 當時他們應該控制了一條蛇 但無緣無故 之後那條蛇應該走掉了 所以就進了公園 之後那些人就衝到公園那邊 之後我見到那條蛇大約是兩米長 也挺大條 廖小姐星期五早九點半 上班途徑維園近天候站的時候 見到正上演一場人蛇對決 是有一點理想 因為當時蛇王來到 他們就說快點叫蛇王來 他們當時應該很緊張 因為其實工作人員和警察 其實都做不到任何事 但當時有兩個男人就拿一個盤 我見到有掃把 有長形的物體 就去制服蛇 但跳蛇因為都算大條 他們會在那裡發一下 最後一條蛇由蛇王捉走 他約九尺長 已經十歲了 他是香港五大毒蛇之一的過山屋 整晚勸大家 這樣捉蛇很危險的 過山屋兇猛會追著人咬的 大家看完過山屋的威水史 經常會在不同的地區倒亂 所以大家要小心 而第八條要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越南諾鐵頭 亦是可以致命的一個蛇 身形的外表比較粗壯 以及比較短的身體 而身體的顏色 就會由黃啡色和暗啡色為主 背中線的位置 會有一些不規則黑色的零形斑點 大家可以看一張照片 而肚子的位置是呈灰白色的 而頭部是比較圓 比較圓 為甚麼呢 它是圓和比較頓 大家看上去會有點像三角形 其實它的毒素和青竹蛇差不多 亦是出沒的位置 主要是在香港的高堂和西貢企嶺附近 而到第九條 最後一條要和大家說 香港比較出現得多的一個蛇 就叫做鴻撥幼蛇 亦是可以致命的 大家千萬不要看它像細細條 顏色鮮艷那麼可愛 因為很多時候有一些野外動物 或者野外的生物 千萬不要因為它的顏色鮮艷而被它吸引 因為通常顏色鮮艷的話 毒素都會有 其實大家看到它的特徵 都是紅色的頸部 它的毒性需要咬得很深 並且咀嚼才能夠注射毒 一般被咬一口的話 不會出現嚴重的反應 但它的毒力如果真的被紅泊油蛇咬到 甚至乎再咬幾口咬兩口的話 它的毒力是可以致命的 而這條蛇分佈於在香港的一些不同的臨地裏 大家可以看到這條蛇零細細的頸部 是紅泡泡的 剛才說了有很多不同香港可以看到的毒蛇 另外也會有一些更加毒性強的 叫做珊瑚蛇 但因為在香港比較罕見 所以不詳細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 可以自己上網去找一些關於珊瑚蛇的資料 我相信大家應該不會記得這些毒蛇 剛才所說的那幾條毒蛇是有甚麼特徵的 但以防萬一也要讓大家知道有定心理準備 如果大家真的記不到的話 就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不幸被咬到的時候 一定要保持冷靜 要立即用手機拍下你被咬的情況 以及咬你的那條蛇的樣子 而去到醫院的時候 就讓醫生看看咬你的那條蛇是甚麼樣子 相對來說 醫生會比較容易處理你的傷口 如果你不知道那條蛇是甚麼樣子 醫生很難去判斷 你應該要怎樣去清理你的傷口的毒素 根據野生動物拯救中心的資料提供 有五種常見寫出的高危的地方 包括灌林密集的一些地方 紅樹林區 一些比較陰濕的地方 例如一些隱水道 水渠邊 或者一些跌水潭附近 以及一些石頭的垃圾 一些洞裡面 以及花盆底 甚至乎是樹枝上面 因為蛇其實都會在樹上 所以 以下 剛才所說的五種地方 你去行郊區的時候 要小心點 留意附近 如果看到蛇的時候 千萬不要打草驚蛇 千萬不要驚動它們 以防萬一它們做出一些防衛性的攻擊 令你受傷 大家可能在不同的活動的時候 盡量避免草蟲密集的地方 也盡量不要伸手進去石垃圾裡 另外 其實你衣著的方面 最好你行山的時候 都是穿蜜頭鞋 長褲等等 就比較容易可以有效 防止被蛇攻擊的時候被牠咬到 而登山象 這件事也是可以幫你探路 以防萬一 你下一步踩下去的時候 那個位置會踩到一條蛇 因為 其實蛇是一種非常膽小 非常細膽的動物 所以當牠發現附近有什麼異樣的動靜 一般來說都會走開 如果不是特意去挑釁牠的話 其實蛇是不會主動攻擊你的 看完以下這條片之後 我們下一節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被蛇咬的話應該要怎樣處理 我們下次回來見 不僅僅是蛇的 有什麼危險的事都會互相幫助 退休的鍾Sir 星期二早上和四十個資深山友 在馬鞍山經馬西石間走去西貢 分前中後三隊 走了兩小時 有個女生友走在前面 然後小鞍山還開 由海老闆食物 人家一堆城櫃 是在一堂圓П屏 很重要的天啊 現在帶我去西貢 目的下廁 你不要去西貢 沒有經過西貢 你不能去西貢 這裡是一個西貢 我就好了 那女生友嚇倒之餘 一條長褲被咬穿,少退刀流血 幸好網蛇沒毒,傷勢不嚴重 有朋友陪著下山提醫生 鍾Sir說自己小時候住鄉村時 經常趕蛇走 但這次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大條網蛇 又說之後行山 都要帶一支行山象旁一身 香港兩棲爬蟲協會會長楊家文 估計這條是緬甸網蛇來 又說事情很罕見 提醒行山人士不要闖入網蛇地盤 否則網蛇可能會怕到襲擊人 2點號就說 蛇類會在下午12點到下午2點 去溪邊飲水 建議穿上對長褲和長褲才好去行山 蘋果APP 還有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